苍鹿能够生吞鳄鱼和鸭子 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有什么秘密武器吗 你敢相信吗 自然界有一种鸟类 它们看上去平平无奇 在捕猎时却能够迸发出巨大的战斗力 不仅性格凶猛 而且还能将猎物一口吞下 就连鳄鱼都无法幸免于难 那么这种动物究竟是何方神圣 它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这是一种名为苍鹿的鸟类 虽然体型不小 但是却不属于猛情 而是属于一种社情 主要生活在有水的地方 由于它们的食性比较广泛 所以河中的小鱼小虾 都能成为它们的盘中餐 不过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时候 体型略大一些的哺乳动物 也会被仓鹿当成食物 例如鸟类 鸭子等 既然如此 那么仓鹿在捕食猎物的时候 又是如何去做的呢 仓鹿在捕猎的时候 有着很强的耐心 它们往往不会选择主动出击 而是站在原地守住带土 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因为仓鹿有着十分尖锐的回 所以一旦猎物进入了它们的捕猎区域 仓鹿就会用自己的回将其扎死 或是咸住猎物把它放入水中淹死 不过仓鹿并不在乎猎物是死是活 有时甚至不用等猎物死掉 就能够直接将其一口吞下 既然如此 那么仓鹿为何会选择这样的进食方式呢 其实这是因为仓鹿虽然有着健力的回 但是它们的嘴里并没有牙齿 所以仓鹿在进食的时候是无法进行咀嚼的 而且它们头部的构造比较奇特 由于没有下颗骨 所以能吞下一些体型比较大的哺乳动物 仓鹿能够生吞鳄鱼 它们真的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吗 仓鹿能够吞下鸭子等哺乳动物 还算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 不过在人们研究的过程中发现 仓鹿的食谱中竟然出现了鳄鱼的身影 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仓鹿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仓鹿能够吞下的鳄鱼 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成年鳄鱼 而是那些刚出生不久的鳄鱼幼崽 不过这些鳄鱼幼崽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生存能力 不仅皮肤开始变得坚硬 作为两栖动物的它们也无法被淹死 所以仓鹿在进食的时候 只能够在鳄鱼幼崽还活着的时候 将其直接吞下 既然如此 那么仓鹿为何如此强悍呢 这是由于仓鹿本身的性格就比较大胆 而鳄鱼幼崽的体型刚好在它们的捕食范围之内 所以这样一来 仓鹿为了填饱肚子 就会将其生吞下去 可是鳄鱼进入仓鹿的肚子后 那么鳄鱼是否会进行反抗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鳄鱼在对其他物种发起攻击的时候 强大的咬合力是它们最强的工具 不过当它们进入仓鹿腹中之后 内部空间非常小 鳄鱼的嘴无法大幅度地开合 所以在强大的咬合力也发挥不了作用 因此即便是鳄鱼 也会很快死去 这样看来 仓鹿的捕食能力确实不容小觑 仓鹿总是生吞活物 难道它们的肠胃不会受到影响吗 相信有很多人都会非常好奇 仓鹿每天都会吞下各种各样的活物 它们为何能够如此的肆无忌惮 难道在它们的身上有什么秘密武器吗 其实在仓鹿的身体内 有一个名叫素囊的部位 当仓鹿将猎物吞下后 就会暂时储存在这个地方 但是素囊中的空间并不大 为了能够放下比较大的猎物 这个部位会带有一些弹性 会随着猎物的大小而改变 一般来说 活着时被吞下的猎物 会在这里窒息而亡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素囊中并没有消化的能力 如果想要消化猎物 就需要将其吞入腹中 既然如此 那么仓鹿是不是从来没有受过伤呢 虽然仓鹿的这项技能非常实用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适血 在2020年的时候 一位摄影师无意间拍下了一组照片 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讨论 画面中的仓鹿正在空中飞行 不过它们的脖子上 却悬挂着一条细长的东西 仔细一看发现竟然是一条蛇蛮 并且这条蛇蛮冲破了仓鹿的素囊 试图从中逃生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蛇蛮需要在水中才能够正常生存 所以就算它们从仓鹿的体内逃生 也无法成功活下去 而仓鹿身上的伤口并不算致命 只要保证在愈合之前没有被细菌感染 那么仓鹿依旧能够很好地活下去 这样看来 仓鹿的生存能力还是很强的 不过它们进化出如此特殊的捕食方式 也是为了适应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罢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须浦文新争稿了